这里就是我们几个了 祭酒火的目光扫过周围几人 雪龙山那些嚣张的五名慈父修士 已经被大阵分割开 我们只需要逐个击破 就可以将他们全部铲除 姬宁 祭酒火看着姬宁 你是我祭祀的希望 也是我祭祀的未来 如果真的势头不对 你就凭借万里无宗符立即逃掉 只要你活着 我祭祀就没有命 是 祭宁咬牙硬道 准备开沙吧 祭酒火哈哈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好多年没这么疯狂了 我感到自己一下子年轻了 就像第一次洞房一样期待呀 族长 你怎么想到提前布阵的 姬刘真忍不住问道 这也是姬宁等人的疑惑 谁都没见到族长提前布阵 而且雪龙山一方慈父修士过来 也根本没给几方布阵的时间呢 姬酒火看了众人道 看事情得看远点 我略移探查原石矿脉 发想规模很大 怕会吸引雪龙山贪婪之心 于是就已经开始警惕雪龙山了 说不定雪龙山会来逼迫 所以早早就在我们周围布下大阵 如果不动手则罢 动手了 自然我们占据仙计 至于不告诉你们 如果告诉了你们 让你们知道在周围布置大阵 你们还能这般悲愤愤怒吗 怕是很快就被雪龙山的人 发现破绽了 哦 纪宁等人点头 不过纪宁也明白 说出来其实并不是秘密 可是之前自己一群人 为这原石矿脉震惊时 却没谁想到先布下大阵 这就是历练和经验了 不管怎样 我这么做 也是对不住纪室先人了 让我纪室处于危机中 纪酒火低沉道 我本不想选择这条路 选择了这条路 就是和雪龙山硬碰硬了 我纪室必须尽早和大夏王朝签订契约 契纪约一千顶 则能把我纪室千年平安 而千年时间 我相信纪室也能崛起起来 即便依旧弱小 千年时间也足以我纪室布局了 现在 我等就杀吧 杀一个是一个 杀的越多 我纪室压力就越小 纪酒火目光扫过众人 尹婆婆 老婆阿兴 纪刘真 纪一川 纪宁 这些 可是纪室最顶尖战力了 我 小盈 阿兴 纪宁 我们四个联手 去杀了那河防兄妹 刘真和一川 你们去对付聚散 是 是 各个应命 尹婆婆则连忙问道 那洞子起呢 那可是大祸害 必须尽早产出 他早就和那牧师会合了 纪酒火道 我们最后再慢慢的对付他们 走 我会透过雾气引导你们 纪酒火当即前进 尹婆婆阿兴 纪宁 四人一起上 他们四人也是纪室中最强的四个了 而纪刘真 纪一川前方的雾气 自动形成一条通道 他们俩顺着通道迅速前进 大阵中 东子起面色阴冷 竟栽在这老贼的手里了 只见他的周围凭空出现八颗黑色金球 这些金球个个都犹如头颅大小 内隐隐有着龙隐游动 只见他身上有着血色八卦的黑色长袍 立即放出血色光芒 血色光芒也笼罩了远处八颗黑色金球 只见一条条巨大的血色蛟龙虚影出现在洞子起的周围 足足有八条血色蛟龙虚影 彼此嬉闹 在大阵中不断游动着 诸位师弟师妹 都在远处飙动 动自己喝道 同时操纵着自己的八卦血龙阵不断的扩大 八卦血龙阵不断的扩大 令那八条血色蛟龙虚影游动的范围也越加扩张 很快就扩张到百丈大小 直接将离得不算太远的穆寺笼罩了 像这种大阵的朝四面八方无差别的扩张 即便是迷阵 也是没法迷的 子起师兄 灰衣男子穆寺惊喜道 因为他已经被笼罩在这八卦血龙阵内 其他师弟师妹呢 动自己看向周围 没有 穆寺摇头就我碰到八卦血龙阵了 动自己咬牙连声高喊道 我和穆寺师弟在一起 何妨何姓 你们俩小心 还有聚散 你自己保护好自己 放心 我们兄妹可不怕他们 要杀我 我也会拖着他们一起死 三道声音传来 可恨 动自己不甘心道 中了这老贼的招 否则我们五个联手 哪里是济世所能欺辱的 单单我一个就足以灭他们大半 穆寺师弟 你那万古青藤树造一颇神 如果施展万古青藤树 能不能破了这么一阵 很难 穆寺摇头道 即便能破也需要很久 而且我的原力怕也不够了 尽管施展 动自己说道 我这儿有一瓶回源单也给你用 好 慕色咬牙 那防卫就交给师兄了 动自己自信道 你在我八卦血龙阵内 即便他们几个一起来袭 我也不拒 我就怕他们不来找我 可恶啊 早知道直接就开杀了 现在我想要杀他们都找不到他们 他一人就抵得上其他四个师弟师妹联手了 可惜有力无处使啊 起 穆寺则是站在那 地面上落下一枚种子 哗 那枚种子忽然长出大量藤蔓 疯狂地朝四面八方蔓延开去 迷阵会迷惑感官 穆寺低沉道 我的青藤蔓延也会受到迷阵影响 方向难辨 不过 这些青藤会不断向其他区域蔓延生长 不断覆盖新的区域 如果能无止境地生长 当然能覆盖了整个迷阵 乃至长出迷阵范围 我的心神也融入在这藤蔓中 只要有藤蔓出了大阵 我就会感知 就是不知他这大阵到底多大 毕竟范围每大十倍 我的藤蔓可要长出百倍才行 越往后 我的原力消耗就越大呀 穆寺也没信心 拼吧 动自其咬牙 这般被困着 只能任其宰割 嗯 穆寺不再言语 竭力施展着法术 无数藤蔓疯狂地生长 可在迷阵中方向难辨 这些藤蔓也是胡乱地生长 可是他们有一点是确定的 朝没有藤蔓的地方延伸着 一直覆盖新的区域 另一处 纪宁和纪九伙等人就在这 何妨兄妹就在前方 纪九伙道 我先出手进攻 而后雾气分开 你们会看到他们俩 你们也个个直接下杀手进攻 嗯 纪宁点头 哇 纪宁周围直接出现七百余剑剑气法宝 每一柄剑气法宝上都出现了蒙蒙白光 剑气法宝微微起伏 引动天地之威 不断汇聚 纪宁的真元也经过这些剑气法宝的转化 不断的汇聚 在身前汇聚成一抹耀眼夺目的白色剑芒 小仙剑阵第九层 好锋利的剑芒 纪九伙影婆婆老婆阿行都是一惊 虽然未曾接触 他们都感应到这剑芒这锋利 影婆婆摇摇一指 身前也悬浮了三柄飞剑 三柄飞剑上都有着隐隐的火光 旁边的老婆阿行则是一抬手 手中出现了一黑色大锤 杀 纪九伙则是一挥手 一柄泛着五彩半蓝色的飞剑就破空而出 纪九伙以毒物阵法出名 这柄飞剑虽然是入阶法宝 严格来说却是一口毒剑 在纪宁前方三十丈远 便是合访合姓兄妹二人 他们俩也都使用道服 只见兄妹俩身上都有着金光笼罩 同时他们俩周围还有着两件法宝 在不断悬浮飞行着 一件是铁杵模样的法宝 另外一件则是瓦罐样的奇异法宝 我们看不到周围 他们肯定会偷袭 小心点 绿发男子合访低喝道 嗯 妹妹合姓也警惕万分 忽然 一道五彩斑斓的飞剑瞬间降临 快得惊人 可时刻警惕的合访兄妹 却是第一时间就施展出了手段 哗 只见那漂浮的瓦罐中 忽然喷出大量的绿水 绿水如木 坚韧无比 当那五彩飞剑刺到水墓时 顿时速度大减 哗哗哗 三柄泛着火光的飞剑也破空而来 正是影婆婆的三柄飞剑法宝 顿时让合访合姓兄妹脸色大变 联盟开始竭力低等 可那水墓都开始有些 支撑不住了 哗 一巨大的黑锤更是无比威猛 直接穿透了震荡不稳的水墓 而后砸在了妹妹合姓身上的金光上 金光顿时震颤起来 仿佛要破碎了 不好 快走 在这儿是当靶子 何妨合姓被接连的攻击弄得有些慌了 显然对方有好几人 咻 一道耀眼的剑芒瞬间划过一道弧线 留下一道凄美的轨迹 瞬间就刺穿了那妹妹合姓身上震动的金光 济宁操纵的小千剑阵一缕剑芒刺来时 身材窑窑的合姓面色皱变 好可怕的剑芒 顾不得了 她那绿色长发忽然迸发出耀眼的绿光 同时她全身都隐隐覆盖着一层绿色光幕 而刚刚刺穿护体金光的那一缕剑光也刺在了绿色光幕上 绿色光幕震颤着表面隐隐有扭曲的符纹 可是最终还是砰的一声碎开了来 残余的一丝剑芒已经非常微弱了 微弱的都没能刺穿合姓的护身法袍 大哥 师尊刺的副牌仅仅一击就被破掉了 合姓急切道 太可怕了 这一缕剑芒的威力怕都接近万象真人随手一击了 连他们师尊刺鱼的副牌都只能扛下一击而已 小妹拼命吧 何妨则是咬牙切齿 不要抱着侥幸想法了 必须置之死地才有一丝生计 嗯 何姓点头 兄妹二人眼中则是有着绝绝之色 只见他们气息猛的暴涨 皮肤表面都泛着一层血光 锦束 远处围攻的季九伙 季宁颖婆婆老婆阿行都是面色一惊 锦束 一般是指燃烧寿命之类的禁忌法门 这是需要付出巨额代价的 一旦施展想要弥补都很难很难 正因为代价大 施展禁术后实力也会飙升 要杀我们 来呀 来呀 施展了禁术后的何仿何姓眼中满是疯狂 他们现在是困兽 既就过连忙传音道 虽然被我们围攻 可他们俩毕竟是子俯修士 又施展了禁术 我们一旦大意 我们中怕就有人会丧命 必须小心 优势在我们这边 宁可放弃机会 也不能搏命 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机会 即可斩杀他们 嗯 颖婆婆眯着眼 老婆阿行则是只盯着远处的何仿兄弟 操控着他那柄大锤 纪宁又发出第二缕剑盟 四人联手 疯狂围攻何妨兄妹 何妨兄妹在那五名子俯修士中 实力其实算一般 要排在洞子起 慕寺之后 而纪九伙影婆婆 老婆阿行 都是活了近四百年的老家伙 这三个老家伙实力 实际上比这兄妹俩可还强上不少 更别提那妖孽般的纪宁了 何妨兄妹施展禁术后 才勉强挡下四人围攻 卑鄙狡猾的技士 何妨何姓兄妹俩在疯狂咒骂着 同时操控着法宝来抵挡 因为施展了禁术 明显他们俩操控法宝的威能大增 特别是那瓦罐中飞出来的水墓 竟然能硬是挡住纪宁的小仙剑阵的剑盲 这让纪宁心中暗叹 对方是子府修士 自己毕竟只是先天圆满级真远 能越皆逼的对方施展禁术 小仙剑阵够自傲了 大哥 那晋宁太强了 何姓眼中有着绝望之色 我拼尽全力 只能挡住他一个 我这边也快撑不住了 何妨更是同时挡下其他三人 忽然 何妨何姓兄妹两人手中 同时出现一枚泛着黑光的道符 瞬间就已经催动这两枚道符 两枚道符都直接化为了数十道黑光 瞬间袭击向纪酒火他们四人 纪酒火影婆婆老婆阿行都是大惊 连忙施展手段抵挡 而纪宁则是手持双剑 身前更是水火莲花旋转 砰砰砰 那些黑光直接贯穿水火莲花 却被纪宁的北明剑给挡下了 纪宁也不由重重的连退后六步 地面都踏得裂开 好厉害 纪宁看了眼腹部 腹部被射出一个窟窿 不过一眨眼腹部肌肉迅速生长 很快连一个伤疤都没有了 纪宁幸亏有你 否则单单这一下我们就得受伤了 说不定还可能死掉一个 纪酒火也是一阵后怕 那黑光太快了 一旦被贯穿身体 他们三个可都是炼气流的 一不小心就可能直接允命了 颖婆婆也是传音道 这两个不愧是宗门出身 手段繁多 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就栽了 我们再拉开点距离 距离远点 我们也好更充足的应付 嗯 纪酒火点头 他们俩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再遨遥 必死无疑 纪宁听的却是皱眉 组长三人都是炼气流 子府修士 不敢近身去拼 因为近距离下 一些攻击太快 来不及闪躲 很容易丧命 他们拉开距离没有错 可是自己是神魔炼体流的 这么拖延下去 要等到何时 速朕速决 组长 交给我 纪宁传音喝道 同时背后凭空出现一对法宝羽翼 羽翼猛的一震荡 纪宁就仿佛震翅高飞的大鹏鸟 瞬间就窜到了何防何性兄妹身前 小心 纪宁传音婆婆和老婆阿行都是吃了一惊 不过他们知道纪宁是神魔炼体流的 更是知道纪宁修炼的乃是赤鸣九天图 还算放心 来得好 何防何性兄妹先是一惊 接着就是大喜 之前他们就憋了一肚子火 纪宁传音乐 不敢有丝毫错误 一旦犯了错就会被凑准机会杀死 可是谁又能一直不犯错呢 正当他们绝望时 纪宁冲杀过来了 杀死你 我们俩即便死也值了 纪室天才呀 何防兄妹疯狂了 欲要和纪宁拼命 纪宁却宛如一大鹏鸟呼啸而来 画过一道弧线 直接袭击何性 他的目标 就是已经耗费掉一剑护身法宝的何性 在纪宁的前方还有着一缕剑芒 手中的北冥剑更是施展出最强剑招 私语成现 不 剑光掠过 何性那美丽的头颅直接抛飞而起 他的眼中还满是震惊 难以相信 你 你 旁边的河房盯着纪宁 纪宁的头上有着一道伤口 甚至划过了眉心 而这道伤口瞬间弥合 之所以一个照面就斩杀了子府修士何性 固然有自身剑术远超对方的原因 同时也是纪宁直接用两败俱伤的手段 任由对方一剑刺来 如此才能一招灭杀对方 你 神魔炼铁已踏入子府了 何妨不敢相信 神魔炼体可比炼器要难得多呀 纪宁之前操控小千剑阵明显是炼器流的手段 而且纪宁仅仅才16岁 何妨何性也认为纪宁这个年龄应该仅仅是炼器方面开辟了子府 神魔炼体估计还没能开启子府呢 应该这是先天生灵阶段 一般的神魔炼体法门先天生灵阶段 头颅是要害 即便是第一法门赤明九天图 也是先天圆满时才能全身无要害 所以那何性才想要搏命 小妹 何妨看着地面上的尸体猛的哀嚎一声 此起师兄 给我们报仇 灭了祭师 退 季宁面色一变 法宝羽连忙一阵 要后退 砰的一声 何妨猛然爆炸开来 他体内的子府就仿佛巨大的湖泊 湖泊中积蓄着无尽的湖水 这些湖水都是液化的原力 而当何妨引爆子府的这一刻 一直在积蓄的子府之湖 所有的液化原力瞬间气化 化为了滔天的原力 宁可身体炸开 也要让所有的液化原力瞬间气化 所形成的原力之多 简直堪称可怕 汹涌无尽的原力猛地朝四面扒风波及开去 瞬间 汹涌的原力浪潮 就将旁边后退的季宁给淹没了 轰隆 季宁 季宁 远处祭酒火三人都是大惊 季宁即便之前发觉不妙 施展风一顿法急速后退 依旧感觉被无尽冲击波轰击在自己背后上 整个人不由风滚着飞了出去 在地面上都撞出一个大深坑来 季宁 没事吧 季宁 远处祭酒火三人连忙飞窜过来 担心看着那大深坑 在深坑中 季宁深陷其中 鲜血染红了周围 连后背的法宝羽翼都已经扭曲了 只见深陷其中的季宁迅速的在恢复 同时一只手伸了出来 撑着很快就站了起来 没事 季宁沙哑的说着 之前的冲击让嗓子也出了问题了 同时从深坑中站了起来 后背那触目惊心的一道道伤口 也迅速弥合 全身可怕的伤势 眨眼功夫全部弥合 连伤疤都没了 季宁的法宝护甲自动变化为母亲剪裁的兽皮样式 这让季九火三人看得有些惊叹 这是他们炼气流最羡慕神魔炼体流的地方 惊人的生命力 如果是他们 恐怕早就死了 这季府之湖引爆 真可怕 季宁惊叹 开辟季府成仙徒 季府如同湖泊 聚集叶化的原力 这季府湖泊就是根基所在 一棵果树开花结果 需要有一块田地 修仙者要成万象 乃至成就原神 也需要这季府之湖 这就是根基 子府修士 也会不断续集原力 令湖泊越加广阔 可这些续集的原力一旦引爆 首先第一个先炸死自己 其次是炸死他人 这也是为何我三人不敢靠近的原因 你是神魔炼体才敢靠近的 季九火说道 厉害 季宁轻声道 神魔炼体的生命力更厉害 影婆婆沙哑道 而在另外一处 八卦血龙阵当中 那一条条血色蛟龙虚影游走着 在中央便是沐浴在血色光芒下的冻子起 冻子起阴沉着脸 眼中有着无尽的杀迹 他多么渴望冲出去沙哑 可是既是那群胆小鬼 根本不敢出现在他的面前 小妹 此起师兄 给我们报仇 灭了几世 凄厉的声音忽然响起 紧跟着 就是一阵巨响 盘西坐在那的墓室 睁开了眼睛 眼中有着悲哀之色 何妨兄妹 死了 死了 还引爆子府之狐 是被逼到绝境了 冻子起声音沙哑 眼中满是愤怒 他冻子起竟然也会被逼到这一份上 而且是被小小的忌示 这让冻子起面容愈加扭曲 猛的嚎叫道 我冻子起发誓 一定要将济世灭族 一定要 吼声传播开来 一定要将济世灭族 一定要 济宁听的面色微变 他感觉到这句话中蕴含的那种疯狂和杀意 身侧的祭酒火则是冷声道 我们不杀他们 可不交出陈子令 他们一样会灭我们济世全族 要杀我们 就要有被我们杀死的准备 现在嚎叫 不过一懦夫 走 我们去对付那冻子起 影婆婆沙哑的咬牙道 嗯 老婆阿行也应声道 姬宁也是充满着无尽杀意 对于这些要灭济世 不给济世路走的敌对势力 济宁没有丝毫的怜悯 济宁 济酒火却是皱起眉头 你立即去你父亲他们那儿 帮助他们杀死巨伞 我父亲他们 济宁一惊 难道父亲济一川和那济刘真联手 对付那个叫巨伞的出事了 是穆斯 济酒火焦急道 那穆斯正在施展一法术 令大量的曼藤疯狂生长 不断蔓延 已经快蔓延到你父亲他们那边了 一旦当那些曼藤触碰到那巨伞 冻子起穆斯 就会顺着藤曼 很快和巨伞会合 他们三个一旦会合 要杀他们就难了 济宁前方的物账 已经直接分开了一条通道 我过去 济宁化作一道残影 迅速冲了过去 我们去对付冻子起穆斯 济酒火看向旁边的影婆婆 老仆阿兴 不求能杀他们 但是要影响那穆斯 最后令那穆斯 无法再分心施展的法术 那些藤曼蔓延生长到那么大 穆斯一定消耗 很大的心力和援力 影婆婆老仆也都点头 三人迅速朝冻子起 赶了过去 济宁一路飞窜 甚至看到有藤曼在生长蔓延 他也是凭借风一顿法月开 不触碰那些藤曼 很快 远处便传来轰鸣声 眼前的雾气也变得稀薄 济宁都看到远处正有两道身影 正是自己的父亲济一川和族人济刘真 嗯 父亲他没有使用法宝 难道父亲还没有开辟慈福 济宁一赶来便发现 济刘真在操控法宝 和远处较聚散的魁梧汉子厮杀着 而父亲济一川 则是灰剑批出一道道剑光 剑光如水 不断地飞向远处的魁梧汉子聚散 那些剑光仿佛难缠的丝线 不停地束缚着聚散 既刘真为主 父亲既一川则为辅助 可恶 那聚散咆哮着 看之前组长说话 似乎我父亲是子府修士 可是我为何从未见过父亲去使法宝呢 济宁疑惑 甚至当年我遭遇到一蛇袭击 追杀一蛇时 我父亲也未曾去使法宝 到底是为什么 济宁曾问过父亲 可父亲总是避而不答 等战后 欧文组长 济宁将这疑问埋在心底 同时双手各持一柄北明剑 身后的法宝羽衣一阵 直接破空飞去 之前何妨引动体内子府之湖爆炸 已经令自己那一法宝羽衣毁掉了 幸好这种不入阶的法宝羽衣自己有数个 父亲 刘真说 这聚伞交给我 济宁一声大喝便化作流光 直接冲向那聚伞 既一川 既刘真都转头看来 济宁 济宁 哈哈 来得好 远处一直有力无处使的聚伞 看到那纪宁竟然朝他冲来 顿时大喜 他可是神魔炼体子府修士 神魔炼体刘是最喜欢近战的 之前既刘真二人一直拉开距离 他聚伞在身法上又不擅长 硬是追不上 不断被打又追不上 何等的痛苦 他虽然炼器也开辟的子府 可在驱使法宝上没花费多大心力 他的主要心力是耗费在近身战上了 来来来 让我看看你这济世天才有多厉害 聚伞身后还有着一对黑色羽衣 在迎向纪宁时明显很是灵活 法宝羽衣 纪宁看到聚伞身后的羽衣 不由眼镜一亮 神魔炼体强者 大多会有羽衣 这样更灵活 应该是入阶法宝吧 我正愁突破为子府 没入阶法宝羽衣呢 轰 轰 二人 一个是雪龙山宗门出神 修炼的虽是一般神魔炼体法门 大力魔入门 却也跨入子府前期 这法门听起来很一般 却比济世的什么 未来佛陀经 血魔不灭体 这类很霸气的法门要高明不少 越是强大的宗门 一些法门的名字就越加的谦逊 而另一人出身一般 修炼的却是神魔时代都无可争议的神魔炼体第一法门 赤鸣九天图 却只是先天圆满即说 砰 砰 巨散手持大斧 济宁手持双剑 二者一交手 就仿佛远古时代一些年幼的神魔 彼此厮杀 一瞬间 周围大地震颤 大地裂开 碎石乱飞 二人都是身后有着羽翼法宝 近身疯狂厮杀 根本不怕偶尔的损伤 那巨散身上经常一道道伤口出现 这巨散的伏法还真精妙 伏本身就大 防御起来就好似一块盾牌 济宁暗道 济宁竟然神魔炼体 也跨入自腑了 巨散更是吃惊 而且他使用双剑 剑法更是玄妙 我沉浸伏法近百年 竟然比不上他的剑法 处处在下风 到现在 他仅仅在济宁身上 留下两道伤痕 还是济宁以伤患伤的 可他身上 却已经有了被留下数百道伤口了 当然 全部都自然弥合了 济宁剑法是愈加的疯狂 快快快 济宁明白对方 使用的是巨斧重兵器 自己就得快 自己越快 对方破绽就越大 如风 如火 济宁左手和右手 两柄剑却施展着不同的剑法 一柄剑如风如唤 另一柄剑则仿佛燃烧的烈火 都快得惊人 且二者一诡异一狂暴 二者联合 威力倍增 快 更快 济宁疯狂压着巨散打 巨散是手忙脚乱 一道飘渣诡异 如风之剑沿着巨斧的边缘滑过 也滑过了巨散的腰部 鲜血飞剑 巨散直接被斩成了两截 机会来了 纪宁瞬间进入疯狂状态 电光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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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宁的双剑同时施展着这一招 这一招没有诡异 没有狂暴 有的就是快 一道道剑光 疯狂倾泻在被斩成两截的巨散身上 令巨散的身体不断的分裂开 可巨散的头颅还在咧嘴吼道 神魔炼体还没这么容易死的 水火莲花 纪宁施展出了最后的杀手锏 那被斩成不知多少截的身体 直接被卷入水火莲花中 只见水莲叶火莲叶朝相反的方向 缓缓旋转着 经过近五年的修炼 如今水火莲花的绞杀之力强得惊人 这些没有任何防御的血肉 直接被绞杀成碎粉 绞绞绞绞 那些血肉还疯狂的想要凝结 想要凝结成人 可是被水火莲花不断的叫 轰 这些血肉接近溃散开去 化为粉末 再也无法凝结了 聚散 身死 这入阶法宝羽翼倒是提前有了 绞宁一挥手 就将一旁遗留在地面上的法宝羽翼 大府 法宝护甲 储物法宝等 一概全部收了 绞宁一转头 远处既留针既一川 也难掩吃惊之色 看到两名神魔炼体强者的对杀 这种疯狂 这种残暴 简直就是强强相撞 一方跌倒 另外一方就疯狂冲上 将其踩死 不给他丝毫分身机会 也是纪宁有着水火莲花 否则 还真难以一口气解决这聚散 走 纪宁说道 父亲 刘真说 我们赶紧去和组长会合 还剩最后两个 还剩最后两个 纪刘真既一川 也热潮澎湃 没想到这一战 纪氏竟然能取得这样辉煌的胜利 现在 只剩下最后两个子府 修饰了 不过 也是最强的两个 杀了他们 纪宁 纪一川 纪刘真三人 化作流光 迅速去和纪酒火 他们会合了 片刻后 隐隐雾气笼罩的八卦血龙阵内 一条条血色蛟龙虚影 在游动着 他们还看向外面的纪宁 纪酒火等六人 纪宁 别闯进去 我来试试它 纪宁心念一动 周围便凭空出现七百余口剑气法宝 微微悬浮不定 各个表面出现了蒙蒙光芒 在纪宁身前 也凝聚出了一缕无坚不摧的剑芒 心念一动 这小千剑阵剑芒 便破空而出 小千剑阵第九层 哟 耀眼的一缕剑芒冲入八卦血龙阵中 当剑芒冲入八卦血龙阵内的一刹那 那一条条血色蛟龙立即发出吼声冲了上来 咳咳咳 剑芒勉强另一条血色蛟龙溃散就消耗殆尽了 很快 这一条血色蛟龙又凝聚起来 什么 纪宁惊恶 仅仅能击溃一条蛟龙 而且转瞬又恢复了 阵中的洞子起 则是阴冷看了远处纪宁一眼 沙哑道 不愧是纪师的天才 才十六岁 就能破八卦血龙阵的一条蛟龙 可这点实力还差得远呢 纪宁 别闯进去 纪酒火更是急切传音 这等法阵 最是克制神魔炼体 你一旦冲入那法阵中 就会遭到八条蛟龙围攻 他们会将你撕碎咬碎的 我知道 纪宁点头 虽说神魔炼体流碾压炼气流 可事无绝对 炼气流中一样有强者 比如使用小千剑阵 就能越阶而战 比如能豢养千万毒虫 毒虫披天盖地 将一切都吃得干干净净 神魔炼体流强大 也只是整体的强大 在个体上 炼气流也是有无比耀眼的人物的 我等六人连手施展手段 看有没有机会 气球火眼眸中闪烁着杀鸡 飞剑破空 毒虫飞舞 剑芒穿插 一瞬间 铺天盖地的各种手段 都笼罩向那八卦血龙镇 镇内的洞子起 张狂笑着 哈哈哈哈 来得好 只见原本平静游走的八条蛟龙 都狂暴了起来 疯狂的迎接向那些攻击 挡下一柄柄法宝 视而蛟龙溃散 可很快又凝结了 八条蛟龙蜿蜒盘旋 前夫后继 硬是挡住了 济宁六人的手段 济世的胆小鬼们 有本事进我的八卦血龙镇呢 站在大镇中央的洞子起 见完全挡住 更是疯狂 杀死我的三位师弟师妹 那是你们以多欺少 如果论真正本事 你们济世 怎么可能是我们几个的对手 真正较量 我动自己一个 就能将你们全部灭杀 了准备不过 准备不过 写真正辞 侯狂 火 吞